大家好,欢迎来到TW开讲 那我现在来讨论的这个议题 这个声音我刚刚已经调大声一点 之前有朋友反映说我们的这个声音的声音不够大 我把声音调大一点 这个部分我们来讨论CIS关于停损的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CIS在书里面提到的几个停损的要点 好这个如果停损的股票停损的股票又上涨的话 要买吗可以买吗好这个问题好 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那个CIS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好 他这边有讲到说小小的损失可能不重要 可能你可能是这样觉得好小小损失不重要 好但是应该是讲说好损失是没办法避免好 所以呃为什么停损并不是说因为他的损失很小 而是说停损本来就没办法避免好 所以他说重要的好重要事情就说 呃不是没有赔钱而是不要赔大钱好 所以CIS的新法里面好非常重视好这个不要赔大钱好 赔小钱是没办法避免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核心精神我们先抓出他里面抽象概念好抽象概念就是我们先问这个问题好到底卖掉的股票好 卖掉已经停损的股票又涨上去到底要不要买回来这个问题好 先回到他原始的想法好原始的想法就是不要大赔那要符合原始想法的话 那到底停损的股票可不可以买好我们来看这边好当你买的股票下跌的时候你停损了好你停损的时候感觉整个市场都在嘲笑你好 好这时候股票好又上涨了好到底要不要再买ok好所以这是一个好CIS讲说这是一个大问斋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point好point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就说我们常常好主力主力为什么会来回的让来甩叫好 好那因为他不想让你跟吗好好所以这样子你很容易停损但是主力真的来真的动作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追呢好就是这个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IS怎么回答的好首先你在停损的时候事上就是认为你操作失败好所以你就是已经承认你这个停损是失败好所以你已经失败了一次你心里已经好会有一点点压力好 好那接下来好如果这时候这时候你这个股票又在上涨了好又变得更高价钱的话请问你到底要不要买好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再看看他 继续好再看一下他的说法好 好所以好在这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生一种心情好就说我的停损 停损错了好这种感觉好所以如果你停损了好就是认为说我买错了已经错一次了吗好那 涨上去了好比你的停损价还高 那你是不是再买进去的话你会有第二种错的感觉好就说我刚停损错了好刚停损错了我们正常停损就说我买错了就变停损好那又涨上去变成 你不但买错了而且又停损错了好错两次了好这时候的人性啊应该会受到非常大的煎熬好所以就相当于你承认自己错两次好所以像这种错两次正常来说好再涨上去好再涨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己错两次了好所以你会不会买进 OK好那BNF说但是我根本不会有这种心情我是继续保持好我平和的心情好所以我的重点好CSCS重点是说一次买卖的胜负好并不要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好重点不是一次买卖胜负好重点是 你最后的期望值好所以简单来说CS回答了我照买不误OK好照买不误好就算我前面错两次买错了停损错了我已经犯了两个错但是因为我损失不大我照买不误我只要不要有大损就好因为CS中心思想是不要有大损对不对照买不误好那有人在问了 哎那涨上去之后又跌下来的怎么办啊是不是最高的要被扒三次的光好他这边有解释好好所以第三次如果好同样的股票又买又卖来回超过三次以上我会认为说我不懂这个股票好我不我读不懂这个股票好这个股票跟我不合 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放弃操操作但是我的心情不会受影响OK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觉得自己很笨而是觉得说好这种这种股票好我不懂好所以单局的胜败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好所以有的人在算几胜几败几胜几败CS看来那个不是重点好重点是 有没有大资有没有大赔好所以这个是CS关于停损的部分好所以他是觉得说偶尔的几次停损好再追回来就好那太多次了那你就承认说这个股票你看不懂好就直接就这就不管他了就好了好不要放在心上好那其实在操作过程当中心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所以这是CS 好那我顺便再跟大家解释一个好散户为什么老是赔钱这是因为主力故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李永乐老师的一个解释好好我们知道有一个科普的youtuber好叫李永乐老师好他呃李永乐好他做了很多的好很多的呃理论上介绍好其中就有介绍说好 好为什么散户永远赔钱好他举了一个例子好就是有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好两个人各出一枚硬币好如果两个人同时挣的话好那这个男生就赚三块钱如果两个人刚好都出反面的话那就男生赚一块钱好那中间好一挣一反的话就是女生赚两块钱OK好 好所以乍看之下男生跟女生的赚赚是一样的理论上是这样嘛好所以他李永乐老师就以这个例子来看好两个都出正的好男生就相当于散户女生相当于主力就市场两个人都正的时候好男生就会赚很多就散户就赚很多好赚三块好那呃男生看跌好市场好 也出跌好这时候男生赚一块好其他的就是主力要赚的好女生在其他的状况之下一阵一反不涨不跌就男生跟女生两个看错的话他女生赚两块好就主力赚两块好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种做法女生永远赚就主力永远赚答案好李永乐老师把他算出来了好只要女生就是歪 女生他只要出出他的这个涨跌好三分之一好他的涨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几率是正面也就是看涨的时候好他就怎么样男生永远赚钱就散户永远赚钱我简单把他讲成白话一点好了好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散户看涨 主力也把股票拉上去的时候这时候散户会赚最多相当于主力赔最多所以主力一定会压低压低他如果散户看涨的话主力一定会压低上涨的频率换句话说他拉就怎么样拉很快让你来不及买或者是这个绝大部分拉好然后下跌很慢好 简单的讲就是让你的散户没办法好好把握这个三好所以主力一定会把涨的次数五次四次里面三次里面只有一次涨另外两天是下跌的让散户没办法好好的赚到这三块OK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K线如果散户 有很多好我们看这个如果好我们来看一下技术线型好了 哎这个是指数号技术线型好大家看这个技术线就知道主力的心理是怎么样好当散户好当散户的手上有多单的时候 主力要怎么样可以赚钱主力就是尽量好只有三分之一是红K好只有三分之一是红K好然后拉的时候尽量拉快一点好让散户在比较没有多单的时候好就这个几率 没有多单的时候就几率就他那个涨的几率就可以大一点好所以到最后好这个 李永老师就算出来只要当你的散户手上是多单为主的话好多单可以赚三块的话那么你只要主力只要把你的出正面上涨的几率压带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不要超过一半这样子主力永远赚钱散户永远赔钱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有一些控盘的方法你只要知道散户的筹码 你就想办法让散户的优势好尽量在很短时间内让散户有优势好所以绝大部分的散户因为没有看盘嘛所以他来不及吃掉看到的那些甜头好所以到最后散户几乎永远都是赔钱收场OK好这个这个就是一个 为什么散户老是吃亏好所以如果能够控盘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知道主力的这种控盘的技巧好那该停损的时候就必须要停损所以吃点小亏就算了好那这个好就是今天跟大家讲好CIS好为什么他觉得说停损没有关系不要看他的胜负好那重点是期望值好 那散户那个主力一定会把散户洗到脱皮好来来回回让你不停的停损好你当你不停损的那一次他会把你咬死为什么呢因为主力对这种期望值好他们都会掌握得非常清楚好我们常常会看主力他会看目前散户的筹码一般来说就是融资的余额好你融资余额高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怎么样还是会涨但是涨的速度很快让你来不及 卖掉又缓缓的跌下来让你受不了散户就卖掉所以到最后散户看得到吃不到最后的期望值是付的OK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今天其实有讲到两个主题一个是CIS的停损策略就是不要有心理的负担该停损就停损好涨上去就追好为什么因为主力在拉的时候他就是让你跟不上嘛他看你手上没有多单他这时候主力才拉 不是这样吗这样子主力的期望值才是正的啊散户期望值才是负的啊等你拉上去已经变很贵的时候等你散户在买的时候散户成本那么高那是不是就是要跌的时候主力就会赚好所以主力完全就是跟散户反的操作好那之前好有很多这个短线的高手技术面的高手他们都是做反市场的好像JG啊好像一些好 这个大家去Google一下好这些做反反市场的其实他们就很清楚主力其实他们有办法操控股价来增加获利期望值好那散户他手脚慢好又不知道期望值可以被操控这件事情的话又没有好好这个做好停损所以常常都是怎么样小赚大赔好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分析就介绍到这边